大家好,以后在家做手撕茄子,不要水煮也不要蒸,今天分享一个我们家平时最常用的做法 茄子鲜香绵软,非常开胃下饭的一道小菜 茄子去头修肉以后,像这样竖着切成厚片 锅里不用刷油,直接把它摆进来 开小火慢慢煎至,等底部变色以后,开始翻面 中间需要勤翻面几次 提前把茄子煎一下,可以去掉里面多余的水分 这样在调拌的时候会更好入味 而且经过煎制以后的茄子,吃起来也更香 一直煎到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先一个个夹出来备用 等到不烫手以后,像这样下手撕成条 然后盛到一个盆中备用 准备一个洗净去紫的红椒切成丝 切好之后跟茄子盛到一块 多来几把大蒜,拍边以后切成蒜末 然后也盛到盆中 加入一勺熟芝麻备用 爱吃香菜的话,准备一下把洗净的香菜切成长段 热锅加入一大勺食用油 油热以后,下入一下把花椒粒 提前切好的葱段和姜片 用小火把这些食材炸一会儿 让它们的香味充分释放到油里 炸到葱段表面变成这种焦黄色 用一个小照理捞出来 热油倒在酸沫上面激发出香味 加入适量点条味 一点白糖提鲜 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点小磨香油增香 还有刚才切好的香菜 戴上一丝心手套 下手反复的翻拌几下 让茄子充分吸收了至的香味 然后就可以装盘上桌享用了 这样做的手撕茄子 茄子不出汁,营养不流失 入口鲜香,敏软 而且不会散,也不会碎 比炖出来的茄子还要香 是我家平时上周率 特别高了一道小凉菜 喜欢的话 快把视频收藏起来 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 那你不会忘 produto 表》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